可是这法器怎么用啊 这葫芦鸡的鸡腿 是火候最好 最入味的 谢谢 好香啊 不会是圣津鸣菜 太好吃过了 喜欢吃啊 就多吃一点 谢谢木姐姐 一只鸡就两个鸡腿 她吃两个 她年纪最小 多吃点怎么了 这个秘菊也很好吃 来尝尝 不用了 木姐姐 我不太喜欢吃 要包皮的水果 我做了 以前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天天捧着你 就算好感度 再降到附属 我林亮亮今天 也绝对不会 再给你一个好脸色 说到做到 检测到好感度变化 检测到好感度变化 木生对您的好感度 提升百分之一 好 喂 林小姐 邓大哥 这个你拿着 香囊 我在里面 放了我写的符纹 有护体功效 拿上拿 山肥猛兽 寻常小药 都伤害不了你 护身符啊 柳大哥这个人 老是这样 对哪个女孩子都太好 都选不出 木姐姐的特殊来 这毛病 我得给她掰一掰才行 柳大哥 香囊这么敏感的东西 不能乱送 因为对女孩子来说 我给你留了密码 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 这个礼物实在是太好了 谢谢柳大哥 我真的超级喜欢的 客气了 同行之人 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的 你平平安安的 阿瑶也能生得起 柳大哥 你们对我可真好 一路上能遇上你们 真的是我的福气呢 玩脱了 玩脱了 柳大哥 我先走了 林小姐 其实 阿生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我能看出来 在他心里还是挺关心你的 去竹林找你这一路 他着急的都快冒烟了 他 为我着急 是啊 他冲在最前面 除了阿瑶之为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为了其他人 这般紧张 阿生真是越来越有当师傅的样子了 你这会儿来找我没话找话了 我正要问你 今天当着我阿姐里面 你为何没有告发我 遮遮掩掩 什么剧情 你这个人 明明是你要灭我的口 我不计前嫌替你打掩护 你反倒还质问起我来了 我若是要灭你的口 你还能活到现在 我不过是要你回家去 别在面前碍眼而已 谁知道你这么笨 我现在可是以德抱怨 你可别恩将仇报啊 那你答应我 以后 不许再跟我走了 行吗 可以 但你要是敢先秘 我定不少你 拿着 这什么东西 法器 这么小的法器啊 我特地做得这么小 它能将你的灵力 从河谷 绍莎 绍府 劳工几出血尾 凝聚整合 凝与指尖一点 你练起来更省力一些 你做的 出来练个术法试试 师傅完了我练不到了 我要睡觉 我真的不想练了 师傅 我想练了 黎晕 不练好术法 以后再遇到今天这样的危险 谁保护你 可是 可是这法器怎么用啊 不是 不是 你 有点 或许可 是 你 能把老人送入 新来 不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